大家好,阿民日记又来了 讲述阿民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今天外面下冰雹了 冰雹大概有手指盖,小指盖这么大小 我在开车,我在去那个华人超市这里买一些剁椒 我要吃剁椒鱼头 买那个剁辣椒买不到 因为用剁椒炒那个鸡蒸也很好吃 但是买不到这个剁椒,不知道哪里有卖 回来的时候就下冰雹 我以为这个雨怎么这么大,下这么凶猛啊 这个雨啊,打着这个窗巴拉巴响 然后我在想,不会是冰雹吧 然后我往车窗一看,地上滑滑的白白的小冰块 小冰块,小冰球球在地上弹 哇,下冰雹了,赶紧回去 别把我的车窗打破了 我穿个这个一件衣服,外面下冰雹 我这个衣服其实在车内我都不用穿了 我觉得是都不冷 不过这两天都在下雨啊 跟南方的雨一样的 一下就下几天啊 不过我下雨很开心啊 我就会想起我那块地上 因为我那个地造型它是两边高 中间稍微有点低 那它一下雨呢 那雨水就会从两边往下流 就汇集起来,是吧 然后呢,它就往下流 往下流呢,我就把前面给它堵上啊 就跟做个霸一样的 哇,堵上 那那个水就会形成一个湖泊,是吧 我想起这一点我就很开心 不过现在那个地还没有交易完成了 我都等这个结果 嗯,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呢 今天很无聊的一天啊 嗯 一天都是干一些不重要的啊 学不到什么新东西的活啊 重复来重复去啊 不过,不过老板今天一天都 都没有说我啊 跟我说话轻声细语的 搞得我都不习惯啊 嗯,我做事 其实老板应该是看在眼里啊 他知道我做事 学得快 学得快,做得快 嗯 做得也还可以啊 不讲说做得很好啊 做得也还可以的 有时候我也很马虎 因为有时候我心不在焉 有时候我在想想其他事情 在做事情 所以心不在焉 但是我如果认真做啊 是一定做得比师父 比其他师父会好 就是我有时候心不在焉 就是聪明没没聪明不用在正道上 嗯 嗯 所以师父 所以老板对我好像 这 这段时间啊 都还挺温柔的 跟我说话小心翼翼的说 嗯 今天我学会了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至关重要 嗯 因为我看到美国的房子啊 它的墙啊 都是空的啊 用手一敲 碰碰碰 里面是空的 它的 它的房子很简单啊 简言之 我还不知道 瓦是怎么弄的啊 屋顶怎么弄的 但是除了屋顶以外 屋顶以下的东西 我都会了啊 我都会了 它这个房子的地 第一层的地板是水泥的啊 水泥的 它水泥怎么做呢 先在空地上 挖出一个 你的房子的大小是多大啊 就挖那么大 挖一个大概这么深啊 或者多深一点 少深一点都可以啊 先铺上碎石子 先均匀的铺上碎石子啊 然后呢 再用钢筋 钢筋结构 打好整个钢筋网格 长好钢筋网格个这么大啊 水泥倒进去 除了第一层是水泥地面以外啊 这个房子再也没有水泥了 每一个角 用大木方啊 做梁 或者做梁 做承重柱啊 承重柱啊 先把脚打好啊 大梁啊 大梁 大柱子 全部立好 立好了以后 留好门框 窗框啊 窗框 门框也用比较厚的大的木方 给它框好啊 然后呢 墙的部分 全是小木方啊 小木方打起网格来 网格啊 打了网格以后呢 我先不说外面 我先说里面啊 打了网格以后呢 石膏板 把它钉上啊 全部把它钉上 那石膏板 石膏板的缝隙啊 用那个网 网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也不知道啊 这英语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一边有胶的 那个网状的那个袋子 给它封上 封上以后 抹灰啊 你用补墙膏也可以 用什么也可以 抹灰 把它盖住 盖住好了以后呢 整体整体找平啊 哪些坑坑洼洼的地方 有洞的地方 整体用一种灰 给它找平来 找平来以后呢 稍微打磨一下 喷点点啊 这里的房子的内墙 外墙都是喷点点的 它为什么要喷点点 制造这种粗糙感呢 它为什么不像 国内那样的是水平的呢 因为国内的房子 是砖结构的 是完全垂直和完全水平的 它经得起你 把墙刮得光滑的 你看不到破绽 因为墙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里的墙 墙是用木方木头做的 木头难免会因为 冷 这个叫什么 热胀冷缩也好 地震也好 各种问题也好 它会变形 如果你把它做水平的 你就一眼能看出这个木头不平 一不平就不好看 所以它干脆为了掩饰大局的不好看 用细节所有的粗糙感 去 让你的让你的注意力分散掉 去关注这些粗糙的表面 看不见那些大的不平整 所以这里的外墙和内墙 都是粗糙的感觉 但是粗糙也不至于扎手 它只是表面粗糙而已 摸起来不是光滑的而已 但是也不扎手 喷好点点以后 把这些太尖的点点 用沙纸打磨掉 打磨掉以后刷漆 over 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内墙是这么做的 外墙怎么处理的 我还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 我上班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结束过 怎么修外墙和修屋顶 但是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内墙的墙 是怎么从一个龙骨开始 从一个木方开始完工 我都知道了 今天我学会了这个 我想一步一步全学会 终极目标就是 学会自己盖房子 不过在加州 好像不允许自己盖房子 好像是说盖房子 是必须要有资质的 这个公司去盖 有资质 有资质 我成立公司 我不就有资质了 我成立公司 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总有资质吧 好了吧 今天就这些事情 也没什么其他事情 我今天跟我老婆讲 在这里吃东西真是便宜 我总是感叹 两三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根本就压根 根本就完全不用考虑吃的问题 你想吃什么就拿就好了 你价格都不用管了 拿拿拿拿拿拿拿 总之你吃不完的 总之你放冰箱里面 总之发愁 今天吃啥呀 那个还没吃完 这个还没吃完 总是吃不完 这里吃东西真是太便宜了 所以说西方国家有时候 为什么他的发明创造多呢 人家早就摆脱了吃这个问题 早就不为这个吃发愁了 是吧 因为中国 我又扯到这个上面去了 不扯了 好了 不说了啊 阿美日记今天就是这样 嗯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啊 那块地 也还没有交易完成 要等结果 要等把最后的钱付完 所有的文件产权移交 就完工 嗯 嗯 嗯 路考 又考不了啊 因为不管你是有预约的 还是没预约的 都不能考 DMV就根本就不安排路考 又没有路考 是吧 嗯 其他事情 也还不明确啊 我估计把这些事情 差不多做完以后 我的一枚心是想赚钱 要赚钱才行 很多事情需要钱来做 就这样吧 拜拜